在现实生活当中,我们会经常听到了有的人说,这些话是不是在某些时刻听起来是很有道理,他们确实说的也符合某些现实,什么是理论,什么是大道理,通俗的说,理论就是别人的经验总结,也就是通过大量试错,以后总结出来的,科型的经验总结。 那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听你说,不喜欢听别人的经验总结呢?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原因,就是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的需求点的不同而已,在工业时代,生产和消费,它是严重脱节的,是两个维度的知识体系,也就是说你只要懂得去利用别人生产的东西就行了,知识大部分是掌握在生产者那里, 也就是说他们有了很丰富的经验,理论,而到了互联网时代,人人都是生产者,同时人人又都是消费者,所以每个人都只有去吸收别人大量的知识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以后,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更多的生存的资源。 曾经听某个人说过,穷人喜欢新方法,技巧喜欢听别人讲故事,而富人则喜欢去学理论和哲学,喜欢讲自己的故事。 这几年知识付费的绝体,为什么有人愿意用金钱去换知识? 其实他们就是用金钱来换时间,就是花钱把别人的经验教训。 总结出的理论直接买过来用,节留自己的时间,而如果你还停留在用时间去换金钱, 那你的时间就变得很不值钱,你的效率就会很低,你也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竞争力。 你见过马云天天跟你讲,如何开淘宝,如何做成绩的方法吗? 他们讲的其实都是理论和哲学层面的东西,他们去学习也不会去学那种具体的方法和步骤吧? 这个社会正在惩罚那些不去学习别人的理论和经验的人, 而惩罚的手段就是让一个人只会在最底层,来获得低价值的劳动回报。 我们不能再继续有工业时代的观念来看待今天的互联网, 而应该积极地去拥抱各种变化,知识付费,让知识就是力量。 这句话成为了现实,而且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, 是一种让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卷入的现实,让自己变得有高度有深度。 那么你才能在快速变化和迭代的互联网时代,掌握好自己的前进方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